路人拿著傘悠悠哉哉 經過騎樓下 但意外就在眼前 一輛紅色轎車時空暴衝 撞進牛肉麵店 一瞬間落地玻璃全都粉碎 男子嚇得趕快逃離現場 因為他只差一步路 短短不到一公尺的距離 差點也跟著遭殃 當時這一名路人 就是走在這邊的騎樓下 但是沒有想到紅色轎車 是從這一個方向 直接衝進去牛肉麵店的店家 而且差一點點就撞上他 當時裡頭其實還有員工 正在備料 沒想到車子撞進來 也差點受到波及 擺在店裡頭的木頭桌椅 無一幸免四處飛散 正在備料的店員 還好沒有受傷 但也驚魂未定 在地下室拿 要準備東西要煮的時候 就是聽他碰一聲 我就跑上來 我就往外面跑 他們三個從前面就 從後面跑掉了 店員追出來看想找駕駛 但車上兩名男子闖了禍 竟然就大搖大擺的 入無其事離開現場 這起轎車失控衝撞 就發生在台北市南港區 中校東路六段上的 知名牛肉麵店 金春發 幾秒鐘前 紅色轎車行進路口 卻絲毫沒有減速 一路從中線 飆到最外側 撞進店家 巨大聲響 連停等紅綠燈的機車騎士 都看傻了眼 牛肉麵店被撞得滿目瘡 以警方趕到現場 只能先緊急拉上封鎖線 將車輛拖走 而趙氏的紅色車輛 明明是日產車 車主還自己貼上法拉利的Mark 是否真的是把自己當成法拉利 高速行駛 轉彎失控 還是涉嫌酒駕或獨駕 駕駛到案後 可都得好好交代清楚 記者楊中盛 劉世偉 李玉錦 SNG小組 台北報導